真言三十一章十到十二节 财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 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她丈夫心里依靠她 必不缺少利益 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 财德的妇人 财德可以翻译成力量 财富 军队 所以财德的妇人 等于是圣经其他地方的大能的勇士 而她的价值是胜过珍珠玛瑙的 心里依靠原文的意思是依赖信靠 而利益原文是指物质上 经济上的贡献 所以也可以翻译成猎物 卤物 占利品 这里呢 形容一个妇人 她一生所做的对丈夫来说 都是带来益处的 没有害处 而也强调 丈夫心里依靠她 就不会受到亏损 很好用的 同时 明镜需要您的理想